大家好,又是來到我小廚房煮大餐 今天為大家帶來的湯水,適合體質比較乾火城 濕氣重,起床有腰酸背痛,眼視多 睡覺有流口水,兼有尿頻的情況 就是節瓜煲醬拔龐湯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訂閱 按旁邊的小鈴鐺,當有新片推出就會通知大家 因為你們的支持,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第一時間去買醬拔龐湯 我今天買這個醬拔龐湯一斤大約560元 價錢以海產來說,不算太貴 因為一斤差不多有二十多隻 所以用來煲湯,價錢算是花蒜 至於詳細材料的份量,你們按下標題 就會有詳細列明 介紹一下第一樣的材料 這是醬拔龐湯 看上去是不是像小狗咬的牛皮骨 所以真的跟大家說一句 你們買的時候,最好去一些順域良好的海味店買 因為有些不快的商人,他們會用其他便宜的海產來代替 被人騙了錢就少 但是煲湯就會沒有去濕 和改善腰酸背痛,平乾火的作用 我們買回來的醬拔龐湯,輕輕清洗一下 就可以將它放在冰箱浸泡過夜 而我也請教過海味店的老航磚 如果你們真的趕時間的話,要趕著來煲湯 第二個可行的方法,就是將它用熱水拖一拖 然後就可以將它來煲湯 記住,如果你們是用來浸泡的醬拔龐湯乾的水 就要留下來用來煲湯 用醬拔龐來煲湯 除了煲湯煲了出來,非常鮮甜之外 最主要就是它潤而不燥 可以保腎,改善腎虛,引起的尿頻和腰痛 尤其是近期濕氣這麼重,引起的乾火上升 還有大家最重要的是,有時睡覺會流口水 以及睡醒會有眼屎的症狀 而它當中含有豐富的鐵質和牛黃酸 可以預防貧血和減低人體壞的膽固醬 今天醬拔龐湯的份量,我用了二兩份量 但是我用了這個小的豬腱 小的豬腱,我用了半斤的份量 磁實,蓮子和乾的淮山,我放了各一兩份量 尤其是磁實,大家不要放太多 因為它有去濕的功效 如果你們放太多的話,很容易會有便秘症狀 以上這三種材料,沖洗完之後 就浸泡15分鐘就可以了 浸泡的水就不用再流用了 我今天用了一條份量 我近期看到有些文獻 其實粟米外衣有藥用的價值 但我真的受不了,太髒了 我只留下粟米酥 粟米酥也是有去水的作用 所以記得清洗完粟米之後 不要丟掉粟米酥 我用了兩個份量 之前也約了跟大家介紹過 它是一個比較正氣的蔬果 代表它是不寒不醋 具有清熱、清暑、解毒、利尿、燒腫的功效 我們用來煲湯的節瓜 大概切一吋厚 用來煲湯的厚度就會比較適合 記住,節瓜不需要去廊 只是頭尾的部分 不要就可以了 粟米我今天只用了一條份量 湯已經非常甜 如果大家想快點出味 就可以像我這樣 把它剪至細小 它出味就會快很多 陳皮我們是用一個份量就足夠了 記住陳皮的浪是不需要去的 如果陳皮有五年以上 基本上煲湯出來 它是不會有這個潔味的 我們最重要是把陳皮水 我們都要留用 因為陳皮的浪 其實它是有健皮、潤燥、化痰的功效 所以千萬不要浪費了它 我們就回來看剛才的豬腱出完水 我們最重要是把它沖洗乾淨 你們畫面看到的雞腳 是平時因為做雞腳 我沒有放到雞腳去做 剩下的雞腳是用來煲湯 如果你們家裡沒有雞腳的話 雞腳的份量可以散卻了它 其實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何煲湯經常要放豬肉呢 因為從中醫的角度來說 都是說豬肉都是屬於聖平的食物 即是代表它是不寒不燥 所以通常我們煲湯 都是會用這個豬肉來煲湯 就會比較好些 我們就凍水 加入所有的材料 一定要濾到沖洗乾淨水 一定要留用 和醬膚泡乾水 也要倒入湯煲 所有材料都放進去 我們就首先 用中大火 烹飪 記住麵酥 也一定要放進去 水的份量跟以往一樣 用2.5公升的水來煲湯 已經是非常足夠 現在先把它煲起來 你們看到煲的邊邊 開始有蒸氣 由這一刻開始計算 用中大火煲20分鐘 然後把它轉小火 大概煲1小時15分鐘就足夠了 煲了大概1.5小時後 我們可以把它關火 然後焗15分鐘左右 煲湯後關火15至20分鐘 湯的味道會更加濃 另外大家如果想節瓜不要太軟 想有些咬口的話 你們大約可以留起1.5分量的節瓜 在湯煲好之前30分鐘 再加入節瓜就不會太軟 也順帶一提大家 由於我們加入了浸醬拌篷乾的水 醬拌篷本身是屬於海產 它本身已經有鹹味 所以這個湯 我們記得不要再加鹽 因為如果你再加鹽 味道就會非常非常鹹 這個湯是超級好喝 因為用醬拌篷乾來煲湯 它是很清甜 清甜之餘 它就不會蓋過其他食材的味道 它跟平時用響來煲湯 就是有這個分別 因為響來的味道會比較濃郁 有時候它會蓋過其他食材的味道 但是也很遺憾 就是醬拌篷乾煲出來之後 它真的比較硬 所以如果大家吃的時候 記得把它剪小一點 你們才好吃 我在此再次多謝大家收看我 小廚房煮大餐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